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两天访路之旅 终于在最后一刻压轴见到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共识 他特别称赞这很好 并向布林肯喊话国与国之间交往 要相互尊重以成相待 我也希望国务卿现在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 不过会谈的座位安排特别引人注目 习近平并未和布林肯并肩而坐 而是独自坐在正中央主位 两侧各座中美双方官员 布林肯就坐在习近平的右手边 习近平左手边则依序是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和大陆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比一比2018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与习近平会晤时 则是采取圆弧形摆放沙发 两方官员坐两侧 习近平和蓬佩奥并肩坐在正中央左右对坐 习近平16号才刚见过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两个人也是并肩而坐 显然作为安排很有玄机 整合会谈持续大约35分钟 布林肯总算完成见习近平的大任务 在北京召开记者会 双方也谈到台海议题 布林肯说他对习近平表示 美国和其他各方都非常关切 大陆在台海的挑衅行为 也重申美国对台立场没有改变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